这一球 我们都想最拿手的一球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观众都在为凤凰选出的阵容所欢呼了 这一赛季官方数据显示 石中兽 独裁者 阿信 战车侠 金灿 都是他们胜利最高的英雄 但是凤凰这次的阵容是相对比较松散的 如果他看还是像第二局那样 保持强势联动配合的话 凤凰还是一场苦战 相信两支队伍能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第三局 林医生你在外面绕圈 好 我们做点视野 我做视野 我做视野 我们来激活 凤凰的情形看起来非常不妙 他他已经绕到他们身后了 凤凰先发制人控中的Jeffrey 这关要是秒掉Jeffrey就好多了 糟糕 都是配合Jeffrey的三连计 凤凰全部被打财 空哥要不要撤 我先来指挥 你去说我一言 好 好 郭大圣 听记住 下灵下 但是凤凰没有他打发的誓言 贸然行动很有可能出事啊 以现在的情形 牵下来凤凰只能避战了 如果凤凰不能及时拿出来 破解局势的方法 那这一局凤凰极其可悲 他他跟凤凰的经济差距五千人 头比变成了 已经变成五比一了 凤凰的三个外塔已经被拔掉了 这样下去的话 他他的经济会越滚越大的 他他又在背头 他没办法去抢大龙啊空哥 他他选择了打大龙 只要拿下他 就很有可能扩大自己的优势 但是对于凤凰来说 则是雪上加霜 凤凰现在很危险 凤凰怎么都没行动啊 他们到现在还没想到战术吗 黑星连一轩气象空都被击杀了 他们是不团战的太着急了 他们已经五人计划过头军亏了 凤凰这边装备落后太多了 这块防守这样最好 这车就不要打 不许很危险 凤凰状态不太对啊 他们这种交流出有什么问题吗 你别放弃啊 你对得起相信一个人吗 空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想赢我不想说 我先安静一下让我想想 难道凤凰这是放弃了吗 他和拿下大龙直接上高地的话 凤凰必输无疑啊 大龙被他他拿下了 凤凰现在该怎么办 你们俩回去守家 外塔不要了 凤凰现在三路高地都告破了 他和咱们现在回去补装菜 打算是全球总统冠军 发现最后的冲击了 你们俩 我愿意看到他们的脸 凤凰战队不是一支轻言放弃的战队 相信季相控会有新的应对方法 季相控加油 凤凰战队加油 凤凰加油 不是你出镜了大龙吗 燃烟杖啊多好看 这个效果需要铁加的 起码三根以上才行 季相控你一定会得到世界冠军的 我有办法了 下车裴夕 买装备 出燃烟杖 出的东西又什么又死了又掉了 孙哥 我们到底出不出燃烟杖 我们要消息上空 燃烟杖有追加伤害 你没别的办法了 去吧 这几个小子可不会轻言放弃 应该还有什么险诏在后面 相信咱们吧 等等 裴夕 裴夕她是在干吗 她 她怎么把自己身上的装备都卖光了 夏琳也是 放好两个修处被卖光自己身上所有装备 这是准备放弃 是吗 燃烟杖 裴夕和夏琳居然同时出了燃烟杖 这可是全天风性价比最低的道具啊 你喜欢烟花吗 哪个女孩不喜欢 每次放烟花的时候 就有一种全世界被我点亮的感觉 我会拿到世界冠军的 我这边起了 中路放光地 反打一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他打击一极冰冰城下了 曾曾一藏在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 准备掀手 JF的造物质一直在高地下 凤凰了世界王群派有找机会 挡钩 曾曾一无视野一击挡钩 将千里也拉到了高地上 打 那时候抓住了 上 漂亮 他们全都跟上来了 等我一下 真不要打 上一下 怎么办 他们伤害太高了 撤一下 我得杀 我得杀 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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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被打残 在这边导致之前 也复活点燃了第一把人员杖 这戏好样的 What 他的鼓励已经上了不同的勾地 但是Jeffrey还没有倒下 他们说要准备反打吗 赛琳和林医圈也站到了战线之前 林医圈鼓的赛琳是要进行输出吗 赛琳 第二个接招 上了 我上了 Yeah Jerry What's happening 人员杖 赛琳点燃了第二把人员杖 趁着赛琳带走参战的Jeffrey 这是你们从他们的计较空前面 准备秒杀季季季季季季一动什么的 向季季战士拉到了自己身边 同时开架控制住的黑力战士 季季季在边打边闹的军事出盾 他 他正被装备 人员杖 季季季季季季也购买了人员杖 我扛不住了老大 你快上啊 就是现在 打 季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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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过了冰线 一波推出 给他拼了 跟从一等看了五高地 塔台现在无法满活 一波 推一波 推他们 这些是一只可拉的战队 那个没有最默契的派手 他们怎么拉到这样的操作 这个已经开始进攻塔台的水晶 那些塔台的冰线已经开始进攻 过滑的水晶 快 摔得更快一点 不要再推 对对对 再推 一波 不漂亮 推他 水晶最快 那这个 塔台的冰线更快 还是塔台的冰线更快 对啊 对啊 塔台的水晶还有七十五年血 布黄的水晶只要三十五年血了 不要 你从脆过去布黄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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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